自从今年4月房市开始降温以后 我发现YouTube留言区突然亲近很多 之前一大堆说着 讲那么多 可是房价还不是在涨吗 或者是说 打房只会越打越贵啦 台湾房价有什么时候跌过啦 我家最近这边又涨20%了耶 的这种转道不可一世的无脑多酸民 越来越少了 好奇怪 他们不是说 原物料上涨 通膨严重 台商资金回流 加户数增加 还有巴拉巴拉一堆因素 所以台湾房价只会涨 不可能跌吗 怎么最近市场就降温了 买方就不买了呢 难道是原物料不涨了吗 没有吧 通膨解决了吗 也没有吧 台商资金也还在 加户数也一样在增加 那些人说的上涨因素都没消失 那为什么 买气就突然消失了 理由很简单 带风向的人都不愿意承认 房价涨跌的真正事实 就是我这两年不断强调的 联准会QE和升息 台湾房价的基本面很差 所以这十几年来的房价 主要只能靠 泛滥资金去堆上去 并不是只靠实际的需求或所得 如果你不明白联准会的QE和升息 是怎么影响台湾房价涨跌也没关系 我现在就立刻帮你了解 为什么QE与升息 大大影响台湾房市的理由 同时 今天的影片也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我会拿出证据 来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 我过去两年的房市预测 好像几乎全都说中了耶 甚至影片最后我会来分享 未来五年 我对于台湾房市在价格 交易量 以及房仲业的预测 帮助你能够判断 该在什么阶段进场才会适合你自己 为什么台湾近十几年来的房价涨跌 主要都是受到联准会影响呢 先声明 我不是说原物料或者通膨这些不影响 只是影响程度 远远没有联准会这么巨大 至于台湾房价是怎么受联准会影响的讲解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经济系出身 也没有相关背景 所以我尽量用最简单 重点的方式来让你理解 更多详细的部分 上YouTube都可以找到更细更专业的说明哦 首先 什么是QE量化宽松呢 简单说就是美国的央行联准会 利用大量印钞票的方式 搭配上超低利率 将资金像活水一样做出市场的做法 但这个印钞票 不是真的开出印钞机疯狂印实体钞票 而是联准会可以透过购买国债 公司债之类的方式将资金灌入 比方说 联准会这个月买了100亿的公司债 那么这些公司的账户收到这100亿后 不可能换成现金放在老板枕头下 也不可能找个小仓库藏起来 一指这些现金就会进入到银行体系里面 银行就得到了这100亿现金 那银行拿到一堆钱要做什么 不可能白白放置不动 因为活存与定存利息也是成本 于是银行就会想办法将这100亿放贷到市场上 比方说你常听到的房贷 信贷 车贷 企业贷款等等 同时 当链准会QE时也会降低利率 这样就能让市场上的人 用更便宜的利息贷到款 就像是台湾亚行在2020年 降息到历史低点的时候 一堆人就去贷款来炒房炒股 因为利息这么便宜 不借白不借 对吧 于是这100亿现金 就从银行流入了一般人手中 再进入了房地产里面 让泛滥的资金去购买有限的房地产 那么这时候 房地产的价格就会因为热钱的涌入 被泛滥的资金给堆高了 我刚刚还只是拿100亿做例子 实际上 美国联准会这次QE 大概释出了约 3兆美金的热钱进入市场 欧洲央行QE 也释出了约2.3兆美元 这时候你要知道 资金是有趋利性的 也就是哪里利率更高 资金就会往哪里去 于是市场上拿到大把现金的人 也会把钱拿去布局海外资产 例如国外的房地产 其他国家的股市等等 例如我以前销售海外房地产 就是在服务这类的投资者 于是国外有一些满手现金的资本家 就将钱投入台湾市场投资 让大量美元的热钱进入台湾 但你总会QE出来的是美元 不是新台币 你要投资台湾的股票或房地产 必须要用到新台币买才行 对吧 所以这些大量的美元 就会开始不断的买新台币 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开始 台币会一路狂升的原因 最高成绩涨到27块多 就是因为美元购买新台币的需求太大了 这些都是事实 接着美元换成这么多新台币后 这些新台币就会进入台湾市场内 再度用大量的现金去追逐房地产 例如住宅 店面 办公室这些都是 再加上原本台湾就从彭花南时代 刻意营造的地利率环境 让原本就已经很高的台湾房价 因为这些热情的堆跌而喷发上去 所以你才会看到 当2020年3月联准会开始QE后 为什么台湾房价很快开始 一路涨到2022的第一季末 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 都是你我现在可以看到的事实 对吧 下一个重点 前面的说明让你知道 台湾房价飙涨的主因 就是泛滥资金堆跌房价 这个资金的源头 就是美国联准会的QE 让这些热情 流传到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市场 和南韩在2021年的涨幅排名全球第二 连过去涨不太多的日本 去年的涨幅也胜过台湾 那么联准会升息 为什么会影响台湾房价呢 注意 我说的是联准会升息 不是台湾央行的升息哦 一样是刚刚提过的资金的趋利性 想象一个情况 如果在台湾买房辛苦收租 每年只有2.5%的进投报率 但是买个美国国债或定存 就有3%净收益的话 请问 你还会愿意这么辛苦当房东吗 大多数人肯定不会 所以联准会升息 就是要到美国利率变高 让泛滥的资金回到利率更高的美国国库 所以你最近是不是也看到 新台币突然狂扁到29块多 就是因为外资开始大量卖台币 把钱换回美元 回到利率更高的美国 那我们台湾怎么办 原本靠泛滥热钱堆起来的台湾房价 现在欠缺热钱支撑 所以在联准会 今年宣布3月份要提早升息以后 4月份的台湾房市 马上就开始明显降温下来 股市会是也跟着双杀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而且还是你能亲身感受到的现在进行事 对吧 以上就是我尽量用简单重点的方式 去说明联准会的QE和升息 为什么对台湾房市有这么大的影响 现在你已经清楚知道了 房价涨跌的事实了 你也可以从我所有影片下方的留言区 看到我都不断不断分享这么重要的事实 可是 这么简单又眼见为凭的事实 多少业者专家网军记者 甚至某些房仲公司的发言人 不但知智不谈QE与升息 对台湾房价的影响 甚至当中某些人还极力否定这个事实 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多少所谓的专家 都在跟你说联准会升息不影响房价 但结果呢 那些专家会真的不懂吗 而所有卖房子的业者 都故意用一些 看起来属于不可逆的偏颇元素 来误导你房价上涨也是不可逆的 一如原物料一直涨 通膨这么严重 房价怎么可能点 对吧 而当所有有话语权的人 都口径一致这样带风向 于是大多数人听久了也就信了 今天写脚本的日期是 2022年6月8号 自从4月份房市降温 影片留言区的无脑多算命大量消失以后 最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询问我 现在房市落底了吗 年底可以进场买房了吗 我什么时候才适合进场买房子 由于我在留言区回答太多次了 所以我想说 干脆直接拍成影片 这样可以帮助想买房的你 可以更清楚去判断 何时才是适合自己进场的时机 才不会错过最适合自己进场的买房时机点 2022年下半年的房市预测 我认为虽然目前房市明显降温 但市场需求还是很强劲 所以靠着多头的余温 年底前还是能让房价在微幅上涨一点点 但是南部今年还不会有太强的感受 南部应该到明年过年后才会感受到市场降温 同时 2022下半年的房市会非常难做 因为污主与消费者开始对于价格的认知差异 变得越来越大 交易量应该会迅速降低 许多资历不到两年的房仲 将会在下半年被慢慢淘汰 所以我不建议想入行的人 在2022年进来做房仲 阵亡率真的会高太多了 2023年的房市预测 2023年可能是近10年交易量最低的一年 也许交易量只剩下24到25万户左右 不过虽然2023年的交易量雪崩 但因为污主的心态还很硬 取得成本也高 再加上很多污主还在宽限期 所以污主的价格还可以继续撑 而预期房价会下跌的买方 则会继续观望 这时候 因为买方陆续回到租赁市场 将会导致淡黄区的租金开始缓缓上涨 而2023年 就会开始有很多搭着顺风车的房仲与代销业者 因为赚不到钱而退出市场 2024年的房市预测 由于台湾买房的需求一直很强 2024年的交易量 会因为康星需求而拉抬一些些 但多数屋主这时候还有本钱继续撑 因此市场的平均行情 还是不会掉多少 但这时候 会有少部分的屋主已经撑不住 而愿意赔售 如果你即使要买房 这时候跟中介打好关系 肯定能优先得知急售屋主的资讯 而这一年 许多能力不佳 或者没有跟着市场进步的传统房仲 大概都会在这一年陆续退出房仲业了 2025年的房市预测 2025年的交易量 应该还是在低点的27万户上下 但屋主经过这两三年的市场犀利 心态也会渐渐被磨软 价格会开始慢慢松动 买房的价格也会比较好弹 撑不下去的棘手屋主也会明显增加 如果你懂法派的话 这一年应该可以在法派市场上 看到不少 在2021到2022 勉强一买房的屋主 释出的法派物件 而这时候能力差的房仲已经被淘汰了 普通资深房仲过的苦哈哈 只剩下有丰富人脉的顶尖仲介 以及拥有强大个人品牌的品牌房仲 仍在这个阶段逆风生存下来 2026年的房市预测 我预测这一年的房市应该会接近落地 因为没有借地借家法的台湾 购物需求一直很强劲 很多买房会开始意识到 再等下去等不到多便宜的行情 不如勇敢出价 才有机会买到破盘价 屋主也会知道 再继续摆高姿态也没有 因为买方就会一个一个去跟别人成交了 不如早点设个停损点 把资金拿回来做其他利用 所以2026的房市 应该会开始回温一些 也许平均行情往下掉的不多 但交易量会慢慢回升到28、29万户左右 那些有庞大人脉的老房仲 与拥有个人品牌的品牌房仲 会因为竞争同业少 开始有机会在这一年 把业绩拉回到多头期的高峰 最后是第五年 2027年的房市预测 假设没有再遇到什么黑天鹅或灰犀事件 也没有发生让连准会QE或央行大降息的话 那么台湾交易量 应该会慢慢回升到29到30万户以上 而价格 应该是呈现慢慢向下盘整的格局 仿仲也从今年开始 生意会慢慢变得热络起来 但你要特别留意 万一届时 台湾央行终于改革方针 决定让台湾结束低利率市场 改成走向中高利率市场 来解决高房价问题 僵尸企业问题 甚至如果央行改革再成功一点 不需要每年再帮国库赚钱的话 那么体质大大改变的台湾市场 将会开始加速房价下跌的力道 并且会让供给量开始大增 所以台湾央行未来的利率方向会不会大转变 是我们在空头阶段 必须要多多关注的重点 讲完了未来5年台湾房市的整体预测以后 接下来我再大胆预测一下 在接下来空头阶段 全台各地区的房价走势 大致会如何发展呢? 1. 台湾六都淡黄区 我相信六都淡黄区跌幅应该还是有限啦 毕竟这边的屋主都很有实力撑下去 但交易量就会明显非常低迷 尤其是价格已经涨到天花板 多头都涨不太动的台北市 至于淡黄区超大坪数的豪宅物件 我相信跌幅的修正会是最大的 因此想在六都买大坪数豪宅的你 也许越等会越划算哦 2. 需求强劲的台积电与科学园区 因为这两个地区的详细情况我没有研究过 假设就真的跟那些业者和乌脑多 长得一样这么强好了 最最乐观的情况 我认为这些刚需超强的地方 房价顶多微微在逆势上涨个3-5%就很强了 比较期待还能像2020-2022涨得那么夸张 但万一这两个地方的价格是被高估了 那么这两年购买的屋主将会再缴一点点的学费回去 3. 蛋白区与较差的重化区 这种体质不好 机能较差 交通也不够优秀的地区 因为需求低 供给量也大 所以会是房价修正最明显价格掉最多的地方 就像杨炳利这两年不断讲的 台北涨不动 但是蛋白区却能卖到蛋黄区的价 市场把五过鱼当石板鱼在卖 得不配位 因此蛋白区以及某些规划不佳 被过度炒作的重化区 价格肯定会明显修正 平均行情掉个10-20%都有可能 因此打算买入蛋白区的你 时间优势已经在你手上了 4. 蛋壳区与偏乡 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 我都真的不推荐 尤其蛋壳区如果在这两年被炒太高 那么未来房价泡沫的几率就会很大 再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蛋壳区是我认为 台湾房价泡沫风险最大的地方 平均跌个30%到40%以上都有机会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住偏乡 否则建议 还是尽量避免到蛋壳区自产 长辈也不要买在蛋壳区退休 因为蛋黄区的医疗设施 才是最适合长辈退休的居住地点 所以最后 我想要再次强调同一个重点 买不买房 没有对错 又遇到难得一见的喜欢房子 那么随时买下去当然没问题 因为你是纯自助客 涨跌对你影响真的不大 但万一你跟我一样 经济能力不算好 没有个富爸爸 也不希望自己被当盘子 那我会建议 再怎么急着买 也绝对不要在价格阵子最高峰 反转的2022年进场 因为等你进到空头期 你看到的实价登录 将从现在的地板变成天花板 我们也没必要帮屋主吸收房地合一税 真的很急着要买到合理房价的人 我建议至少至少等到2023年 等年准会差不多的升息完以后再进场 而真的想捡便宜长期投资的 则是建议2025年以后再说 再讲更简单更无脑的啦 只要你观察到两个重点 第一 交易量有没有掉到25万户以下 第二 有没有出现房仲代销倒闭潮 只要这两个讯号同时出现 基本上你闭着眼睛进场也买得很安全 只要挑个诚实的好仲介 跟他们打好关系 看到喜欢的物件 就勇敢初握旋 你就有机会在空头市场捡到便宜 甚至有机会八折七折买到房子哦 同时 我也要建议你多多关心市场动态 对于任何业者 房产专家 地产老师 包含我 分享给你的资讯 永远都要抱持着质疑的态度 因为我们都不是印度神童或未来人 多做功课多研究 你才能够针对自己的情况 做出最适合你自己的买卖房决定哦 中天财经频道与钱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荷包不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币黄金 虚拟货币还有保险 如何投资理财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每周二如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廷和您以前同行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小林 全球正经珠宝 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也知道 咱是跟资金有关的这个市场 都会收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那时候它的决定是2.8 欧洲决定是恶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到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BATRO四轮驱动 真的就算是这么湿滑的路面 400D 51公斤的流力 开起来其实真的没在怕的 这热门的新车场先 没有在客气的 它真的就直接甩尾了 踩热门 它直接进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灵敏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真的拉起来不费力的 这边 哇 超级深的制度空间 它的真正微峻而是真正特殊的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头1012点 猪猪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 总统级的享受